要说离香港最近的游玩地方 莫过是澳门了 而澳门呢有很多美食活动 而最近呢有很多大型活动 正在筹备之中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文局长 今天的活动请了很多很多明星啊 其实想介绍澳门的什么呢 其实呢下半年一直以来的 都是我们澳门比较多活动啊 还有呢就是 可以说是除了旅游方面的 那我们的文化呢 还有体育方面呢 都有很多的活动同时间去举行 所以我们希望呢 就是今天过来香港 跟大家多介绍一下 有关于我们下半年的一些活动 希望大家呢 对澳门呢有一个新的那个印象 其实澳门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 值得推荐的呢 澳门很多美食啊第一 我自己还玩过蹦极 我可听说了 你是要参加这个明星赛的赛车的 那其实准备怎么样啊 准备因为我们这次 就是跟我以前参加的艺人赛车不一样 但是这次呢是很严格 我们真的去考了合资格的那个赛车手的那个资格 在11月参加这个澳门的比赛 他们有一些正规的服装会穿在身上面 你觉得那个衣服帅吗 哦当然帅了 女孩子穿更帅我觉得 那姐穿成什么样子呢 她穿的好漂亮啊 你看电影啊 就是一摘那个头盔 然后哇一摇那个甩一下 对 为自己打一个气吧 对着镜头 打气 安全敌意 安全敌意 平时去澳门的时候 你会特别喜欢哪些地方呢 我特别喜欢去一些旧城区 然后也喜欢到处找吃的 格林匹市大赛赛车 有时候也会在电视上面看到 那听说这次你会参加哟 有啊会紧张 对因为第一次 其实我对赛车完全没有概念 刚才我看到你们车已经展示在外面是金色 颜色上面你自己喜欢吗 喜欢我觉得就是这辆车很好看 刚才方黎生说你穿赛车的服装的时候很美 她说你摘头盔甩头发那种感觉一定是超美的 谢谢 我也觉得她很帅 对 那现在为自己做一个打气吧 我希望呢 我希望就是自己能够安全地完成这个赛事就好了 浩龙啊 Jason我听说你会参加格林匹市的大赛呢 对啊 我觉得在十月份在澳门 那有什么样的准备吗 我们的准备就是跟我们全民兴团队 都是说安全迹象 非常喜欢去澳门 因为就是吃东西 很多很多的小店 在香港已经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在澳门吃东西找一些小店 还有吃的东西之鱼 还有吃这个人情味道 你现在收看的是C Fashion 我是刘浩龙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方立生 您正在收看的是C Fashion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周秀娜 你现在收看的是C Fashion 是C Fashion